日本人的位置 街上看到的金漆招牌 酒樓看到的金色龍鳳 以及我手上的這個金色頭盔 這個工藝可以說 日常生活中也有機會看到 他為何今天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呢 梁博士 是 我們今天繼續跟大師對談 不知道今天有哪位大師呢 今天的大師厲害了, 無所不能 他會在不同的表面 金屬表面、木材表面都會鋪一些東西 你猜今天這個藝藝是屬於什麼藝藝呢 你的提示也非常明顯 我猜就是金箔師傅, 正好嗎 你真聰明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黎瑞港師傅 和你分享一些鋪金箔的藝藝 你好, 師傅 你好, 大家好 和師傅差不多有五十年的經驗 所以我也想邀請師傅和我們分享 一些歷史、起源和興衰 歷史, 我們很多時候見到一些舊的廟宇 或者什麼都見到一些神像、佛像 都是鋪了金箔的 是 歷史已經是很久的了 是 其實你學師的時候 師傅有沒有教你如何選擇金箔的 金箔這麼漂亮 應該也有分好一點或者差一點的質素 有的 以前買開這個品牌的金箔 它的成績是比較高的 我們一向也會跟這個品牌去買的 不會隨便轉換 因為以前的信譽是很重要的 現在就是用了機器來做 或者是打薄金箔 那以前是否應該是整塊這樣去摸 還是怎樣做出來的 我以前見過是他們真的找手打的 他們用的鎚鎚也很大過 就用一些烏紙 就點一些金箔下去 一張烏紙一張烏紙 這樣搭著 搭著好像一塊磚一樣 然後就坐在功夫椅子上 我看到他們就這樣搭一搭 就這樣打一搭 搭一搭, 就這樣打一搭 師傅, 那金箔的用途是什麼呢? 可以貼在什麼地方? 九流龍鳳, 神像佛像 很多都是做金箔的 如果現在我希望他們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把金箔結合一些比較新穎的東西 譬如多點螃蟲 會比較多, 令人感興趣多一點 黎師傅, 你覺得現在經營上 會不會比以前更差?有什麼困難? 需求少了 我們是…工作機會也少了很多 因為以前我們… 譬如好像有很多金七招牌 各樣在這裡有這個需求 現在已經是少了人做 因為成本的關係 對, 而且現在很多人接受了一些 比較新穎的招牌 或者是一些… 樂隊式的東西 可能變成藝紅燈 對, 未必會用到這個金七招牌 變成我們工作機會也少了 說到行業上的興趣 對, 應該是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都挺流行在貼金箔的 是的 其實那個… 你興趣怎樣看這件事情呢? 第一是成本 因為始終都是… 金也是一個高成本的東西 第二就是大家接受的程度 譬如可能年輕人對於金箔這件事 第一就是因為有一個斷層 大家都接觸少了 以前有酒樓龍鳳 大家都見到金箔的 金七招牌 大家都見到金箔的 現在越少的時候 大家接觸得少了 就對那個興趣會減低了 我當然希望可以做多一點功夫 令到大家會接觸多一點金箔這件事 如果大家對他的興趣再濃厚一點的時候 可能行業又會再興旺 暫時其實現在就開始有點衰落 但是你覺得年輕人多不多人入行 或者你會不會想多些年輕人入行呢? 想當然是想 其實我們做很多功夫 都是想引起多些人去關注 注意這個金箔行業 讓他們可以投入一下 或者有人去學習 這樣去做 當是一種你是技藝 或者是興趣 這樣來嚴重 黎師傅 可不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一些鋪金箔的程序呢? 如果做金箔 首先我們要將一件物件 將它先油油 然後在一個油油的表面上 我們再由一層鋪金箔 專用的金油油上去 它的干擀的持續性要很強 或者譬如它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下 可能是持續一天 或者是持續五個小時 到二十四個小時 都是在這個狀態下 這樣就要留意天氣 因為天氣對油的變化也有影響 所以乾燥一點 可能就會快點乾了 會不會嗎? 油不是說乾燥的 油是說溫度 如果是水劑的 那就是說濕度 如果是油劑就是說溫度 如果天氣要涼一點 我們要把油調到快點乾 讓它可以保持在狀態下 方便我們去貼一些金箔上去 就是塗了那一層 保持著可能某一個時段 就不要讓它乾 然後就可以逐一塊上去 對, 沒錯 就一直這樣貼, 一直這樣貼 如果它的材料是一個平面的 我們是不能停的 一定要從頭到尾都是一次過去做的 不要看錶了, 總之要做完為止 師傅, 我想問 如果我想學貼金箔的話 是不是要有裝修底還是油油底 會時半崩潰一點? 一定要懂得做油油 因為你如果練油油也不會的話 做金箔就會很困難 因為沒有基本技術 油漆是基本技術 所以我看到那些工具 其實都好像是油漆師傅會有的東西 是呀, 其實這些所有的工具 都是很簡單地在五金箔就買到的 像這些這樣的油素 或者是這些這樣的油素 全部都是五金箔隨時都可以買到的東西 那是這些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這些這麼大支的毛筆 和這個之前師傅教的智慧 有時候我們要去刷金箔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那些毛要夠力一點 於是我們把這個套縮一點 要讓它的毛夠長 只有這麼多 它就會大力一點 因為毛短一點 如果我們想要鬆散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退後一點 毛就會軟一點 這就是以前師傅教的東西 我們都是跟他們做的 那是不是因為我看到這樣可以移動 應該是否想一些不同的物件 需要不同的力度 或者一些摺位就想這樣壓下去 就比較容易 其實是因為貼完金箔之後 我們是需要把金箔掃平 我們掃平的時候 如果兩張金箔在這裡 我們要大力一點 去把表面的金箔掃走 我們要把毛縮短一點 如果我們已經掃平了 把它掃平滑 我們就會把它移出一點 讓毛軟一點的時候 這樣掃它就會滑一點 所以基本上就是貼金箔 會用到的工具 對, 沒錯 那怎麼可以做到 因為我看到金箔有這個款式 還有一張一張的款式 怎麼可以把它鋪得這麼平滑 好像沒有那個接合的位置 第一, 因為金箔本身真的很薄 它兩張金箔搭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掃走表面的一些多出來的 那甲口就會不見了 其妙的就是我們要調校金油 調校到它去一個乾的位置 確定了它這個乾度 是可以做到這個效果的 我們就會在那個時間來貼金箔 它就會做到很亂 好像很爛 然後掃平了貼服 那有沒有發現香港的技術 這個金箔是這樣的尺寸 那這些我們稱為四股 即是等於四張這些金箔的尺寸 大小 對, 這樣吧 譬如我們在外地看到一些 一些法國的金箔 它們一張紙一張金箔 一張紙一張金箔 就不像我們這些 是兩張紙夾著一張金箔的 那我們一用開的那些 就是兩張紙夾著一張金箔的 包裝方法不同 完全不同的 很薄 我看到它很薄的 如果我們用這樣去看的時候 它簡直是… 它已經… 後光 對, 而且它那種 被風吹的柔軟度 看到它是有超級薄的感覺 那你當時看到別人的 金箔的包裝方法不同 而且手勢也不同的, 是嗎 完全不同的 它們是把金箔 然後拿一個掃 很硬的掃 可能像這些那麼硬的帽子 這樣, 但是很闊的 這樣掃一掃那些金箔 然後這樣放進去 它控制得很好 它要多少就有多少 但是我又回來又試試 拿些金箔弄一掃 這樣一掃, 難了 就是… 我們做的方式 跟它做的方式完全不同 所以其實它們的技巧也很高 不如現在也可以教一下我的手法 看看我有沒有天分做你的徒弟 可以試一試, 黏一下金箔 我們首先把金箔接好它 拿著手, 然後拿一片出來 很大壓力, 師傅 因為這是真金 千萬不要太大壓力 如果你把它弄到自己有壓力的時候 就更好了 就有壓力了 那你可以… 人生格言 那你可以試一試貼一下 已經…第二張已經是我貼了? 是啊, 不是你只看而已 我們不要這樣做 要把金箔弄小小力摺一摺 讓它有一個高低位 那你拿著手的時候 拿的時候你才能拿得到 否則你整片的時候就拿不到了 好, 那我用你的高低位 用兩隻手指拿著它 是了 然後拿著最前的一塊 拿出來? 是了, 拿出來, 整張拿出來 然後放下這一塊? 不用放的, 拿著就可以了 拿著 然後揭開它 揭開金箔已經對我來說很困難 看來要放下一點會好一點 是 好, 不可以令自己有壓力 然後我們把金箔反轉 然後這樣貼了它下去 就這樣貼它下去 就… 高下立見了, 好, 已經抄好了 可以這樣說, 又定, 又快 當然了, 我做了久了 你現在是… 以第一課來說 已經很好 好, 這樣整張金箔可以有80%貼上去 已經很好 很多時候, 呼吸的時候已經吹走了 好,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位置 我們會用金箔貼上去, 讓它… 填滿它 填滿它 好, 剩餘下的, 你慢慢填一下 好, 我先努力一下, 師傅 填滿它 好, 我現在就當它是填紙 這樣反轉一張金箔, 按下去 對了 是不是… 這個100分 是嗎? 我覺得當它不是金箔才能做到 剛才我壓力很大 那你第一次學習的時候 你大壓力嗎? 當然大壓力 當然有師傅在後面看著你 對 撞得不好的時候, 是會罵的 我發覺師傅的手, 其實你也很撐 因為我…我會手震 而且全都出界了 出界沒有問題, 是很合理的 這些是不是也要補一補? 全部都要補的 我們不要當它是一個貴種的東西 做的時候就會很輕鬆 得心應手一點 是的 那我們就會先按一下 譬如有些… 我們看到有些沒黏得到的 我們會把魚下的… 往那裡, 往那裡, 往那裡 對了, 然後這樣掃好它 你也很溫柔, 不是大力的那種按 小力… 對, 因為如果你太大力的話 我們始終是按第一轉 它也是很容易會花的 那現在就第二轉了? 是的, 那現在我們… 這個工序… 是… 用一些毛筆比較… 柔軟一點點 我們看到那些… 那些金一路就飛出來了 全部都是錢來的 是啊 然後就這樣掃它 哇, 鏡頭看不看到? 很浪漫啊, 現在是 我們好像在拍戲一樣 那些…那些珍貴的垃圾 我現在知道什麼叫呼吸, 都是黃金 我現在整塊臉都是 哇, 掃完之後很漂亮 掃完之後, 它就會… 在這個狀態之下 如果我們再過兩天之後 我們再掃一掃一掃它 因為現在那些藥還是比較虛 如果我們再過兩天 讓那些藥拿緊一點 那些金, 再掃一掃它 那它就會… 再漂亮一點點 非常好 像這些, 我們用回… 用回這個 因為我拉手就用, 什麼都這樣用 如果用回這個, 你去試一下 用回這個掃 是掃還是壓壓壓的? 如果我的話呢 譬如我握這個 我會這樣, 然後這樣掃 這樣? 對…這樣掃 這個動作就是撫平它們 還有掃走一些凸凸出來的… 是的 掃回去, 因為是溫柔的 已經完成了, 這塊磚仔 這樣貼金箔就已經… 我今天做完之後 其實我也很滿意 因為原來貼上去真的會閃亮亮 而且我不懂得看 但是我覺得也算漂亮的 是的, 其實這個效果 做出來已經很漂亮 那我可不可以拿回家裡掃? 可以, 這個送給你 好, 謝謝師傅 我看到我們身體其實都貼滿了金 對, 是不是每一次做貼金箔的工序 都是好像現在這樣穿金大銀 整個整個都是 另外, 黎師傅 可不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一些難忘的作品? 最難忘的, 挺殘忍的事 就是我們曾經做的面具很大 最後的結果去了堆田區 因為沒有地方放 但是你很欣賞那個作品 你很想繼續留下來 但是最後還是要堆田區 第一件作品… 因為我是做的 這件作品不屬於我的 我只不過是一個工作者 好的 第二件事就是… 我再跟他們聯絡 因為我們也有見面 得到他的消息就是… 最後… 怎麼說那件作品 對後也是堆田區 好的 真的有點可惜 黎師傅, 我知道以前在中上環 他有自己一個店舖 擺放自己的作品 還有沒有多些作品跟你分享 你覺得是… 一看到的人很喜歡, 很難忘 有沒有這些案例 中二蘭王的那些人看到 有時候金 因為真的有它的吸引力在這裡 對 一件物件如果它很平凡 但是你把它貼了金之後 那件物件由一個平凡的物件 就會變成一個有吸引力的物件 現在昇華了 對, 會將價值提高一點 我們現在在做一些東西 希望可以… 金箔是一個技藝 跟藝術大家結合多一點 令大家對它的興趣多一點 這個我也明白 因為現在做Facial的金箔面膜 因為金箔就馬上貴幾倍 你現在做不少了, 是嗎 其實師傅 好, 那現在手頭上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作品 在進行中 你很想跟大家分享 亦都是… 你是最新現在正在做的呢 最新現在正在做的是面具 是一個星座面具 我會將星座放了那些元素進去 然後我給了一個名字 給這十二件作品 因為有十二星座 我給了一個名字給它 叫做沉 因為呢 當你知道有十二星座在這裡的時候 人就會去找自己的所屬於的星座 所以我會給它名字給它叫沉 但是現在還是製作中 在這裡開始一點點的工作 開始了 都是非常新穎的題目 因為十二星座都是一些可能年輕一點 西方一點的一個想法來的 然後就將它融入了在中式的金箔裡面 其實最重要是想吸引大家去留意一下金箔 因為金箔現在已經很多人將它固有了 在一個牌匾或神像佛像那裡 我希望可以將它多姿多彩一點 吸引多些人去留意一下金箔 這件事 明白 其實黎師傅我想問一下 始終這也是一個非為亞技藝 其實你接下來會想著怎樣去宣傳 或者你覺得有什麼可以對你有更多支持 最多的支持當然是希望可以政府支持 因為如果用回我們自己一個做事的人去推廣 其實是更難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做事的人埋頭了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外面的東西我們是很弱的 所以過程有沒有拿到什麼資助 或者有沒有得到其他坊間的政府的支援等等 暫時是沒有的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由政府支持 做多些推廣 或者可以多一些workshop 這些東西會令到我們方便一點 容易一點去做 尤其是譬如去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資助 有梁博士的學會去幫助我們 我們就在文字上或者是推廣上會方便很多 因為我們真的不懂這些 謝謝黎師傅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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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希望金博行業會繼續興旺 更多人入行繼續傳承下去 大家繼續留意我們大師對談吧 下集見 Appreciate gracias Blockchain 開門 坐大師 收腳 平台 大師 隨幾萬下, 幾萬下黃金 就方位上奔波 還有十二道, 十二道工序 真是端葉金正 心, 這種非為的工藝 已經明文在遠近 真是明文遠近 幾千年的歷史 是由跡河沉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